日前韩国公布第六十届百想艺术大赏的入围名单引发热议 我们此前有提到 而呼声超高的金泰黎、金志愿及韩啸州都被排除在外 但其实还有很多艺人都无怨这次的百想角逐 包括夺此落榜的李帝勋没想到这次又没入围 让大众质疑入围的标准究竟为何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 2024年第六十届百想一珠 你心目中的一珠是谁呢 2024百想艺术大赏网评一珠一 类之女王金志愿 类之女王金志愿也是百想艺术大赏的一大一珠 金志愿虽然出道至今的戏剧作品不算多 但每一部都是精品 被网友封为演什么像什么的心看眼 继承者们刘瑞秋 太阳的后裔引明珠 三流之路崔埃罗 我的出走日记连美珍等都是大众所熟知的名角色 而这次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的演技 更是突破了全新层次 表情的转换 失忆前失忆后的情绪转变等 都让观众看得起鸡皮疙瘩 美貌加彩力加能力 一旦拿捏不好分寸 肯定会被骂惨 就连洪海人自己都承认他的外貌出众 聪明伶俐就是性格不好 同时还有着定级的自尊心和野心 一旦金志愿表演时火候掌控不好 多一分显得刻薄孤傲不尽人情 少一分又凸显不出财阀千金的气度 好在剧中的洪海人既有冷酷 高傲令人讨厌的一面 更有可爱 生动 滑稽 甚至尴尬的形象 人设十分饱满 当他落泪时 并不代表软弱 反而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金志愿用自己的理解 塑造出了丰满的洪海人 还有人以骨肝形容金志愿 在这部剧里的地位 并且随着大火 更多的人了解到了金志愿私下的模样 对这样反插萌的优质演员 有了更多的喜爱 然而没想到同剧的金秀贤 入围百想艺术大赏的势地 金志愿却与事后之争擦肩 令大众相当惋惜 网友表示 没有金志愿像话吗 好遗憾 没有金志愿太可惜了 2024百想艺术大赏网评一周二 模范出租车二李帝勋 李帝勋又落榜了 过去李帝勋在模范出租车第一季 卧室义务整理师等的表现 都获得一面倒好评 已经得过青龙奖 大中奖的他却连续好几年 与百想艺术大赏擦身而过 近三年更是连入围都没有 让许多粉丝感到不满 国内外观众及网友们 也纷纷表示 百想欠李帝勋一座奖杯 而去年李帝勋在模范出租车二中 也为观众带来十分精彩的表演 剧中他扮演许多角色 又滑稽搞笑的乡下博 傻气的新婚丈夫 邪教教主 除此之外 还有帅气的吴大西与救援场面 原本以为这次百想失地稳了 没想到竟然连入围都没有 2024百想艺术大赏网评一株三 饿鬼金太黎 去年平平以名品宴记 登上热搜的金太黎 在入围名单公布前 一直是时候的有力竞争者 在恶鬼中 他一人分饰两脚 被恶鬼附身前与附身后的氛围 令观众头皮发麻 眼神 语气 表情等切换的也非常细腻 尤其在第十集附身后 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由下而上的灯光打在脸上 画面超级瘆人 后面突然尖叫一声 冲出去找水的画面 更是让荧幕前的观众吓一大跳 当时有许多网友表示 那真子超怕被敲门 总觉得打开门之后就会看到金太黎的邪想 而金太黎也凭借恶鬼中的名品宴记 平等韩网热搜 大多观众纷纷表示 金太黎白想事后吻了 这是大赏的程度了吧 给予他极大肯定 然而在这届白想入围名单中 呼声最高的金太黎 竟然连入围都没有 有网友认为 这届事后的竞争的确很激烈 但金太黎不至于没入围 留言区也出现许多网友震惊的留言 没有金太黎 没有恶鬼 金太黎恶鬼是人生 演技英 2024白想艺术大赏网评一珠四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 朴宝英 朴宝英去年在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 带给观众许多笑蕾 有伤心痛苦的部分 也有疗愈心灵的情节 最终他挑战一名患有犹豫症的精神科护理师 不但要照顾精神病患者 自我疗伤看病 还要面对患者及家属们的一样眼光 尤其在被送去精神病院后 内心的挣扎和哭泣更是让人心碎 朴宝英凭借细腻的演技 令观众深感共鸣 2024白想入围名单公布前 朴宝英的呼声与金太黎不相上下 许多网友更预测 金太黎会拿大赏 朴宝英将成为事后 没想到备受期待的两人竟都双双落榜 被严正化 罗美兰 李和尼等人挤出名单之外 2024白想艺术大赏网评一珠五 恶中之恶 池昌旭 除了李蒂勋 池昌旭也成为今年 白想市地名单中的热门一珠 去年他在恶中之恶的演技 简直杀疯了 从一开始争议的警察 到后面毫不犹豫的杀戮 池昌旭的眼神越来越锐利 冷血 状态转变处理得非常细腻 展现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面貌 而恶中之恶也是池昌旭 出道多年第一次出演的 违反派角色 许多观众都认为 他这次有望入围白想市地 然而入围名单里 却没有他的名字 网友留言抱不平 没有池昌旭像花吗 以为池昌旭会入围的 2024白想艺术大赏 网评仪珠六 Moving E能韩笑舟 韩笑舟这次 在Moving E能中的表现 也十分亮眼 首次饰演一位母亲角色的他 将距离李美贤的隐忍 内敛和坚毅 诠释得非常完美 在他戴眼镜时 与拿下眼镜后的眼神变化 更是让许多观众感受到 他为母则抢得奋不顾身 尤其韩笑舟与儿子 为了飞行而争吵时 他又气又委屈的情绪爆发 真的让人超心疼 并且当时间线拉回青春时代 他变回偶像女主 打戏赵银成 两位超能力拥有者 擦出微妙的情愫 添得一点也不人工 非常自然 艾美分为拿捏得极好 原以为韩笑舟这次 一定会加入百想艺术大赏的事后之争 没想到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连入围都没有 2024百想艺术大赏网评一周期 和我老公结婚吧 宋世云 宋世云可以说是 和我老公结婚吧的最大功臣了 第一次誓言反派的他 为此做了不少努力 不但咨询精神科医师 及犯罪心理师 还关闭个人IG 以征秀敏这个角色生活 剧中展现的疯狂艳技 为整部剧增添强烈色彩 更成为许多观众追剧的原因 而在该剧播出期间 宋世云的演技也频频登上热搜 备受瞩目 许多网友认为 宋世云基本上预定了 今年的最佳女配角 然而这次入围名单内 有同居的李宜庚 却没有她的身影 不少人认为 是因为前阵子的笑报风波 影响评审评判 大众不禁质疑 百想艺术大赏评审标准 究竟是演技还是私生活 2024百想艺术大赏网评一珠八 美好世界金男珠 而近期刚刚完结的 美好世界好评不断 金男珠时隔六年回归小樱幕 一开播就因为失去儿子 而崩溃的哭戏 就让观众起鸡皮疙瘩 演技简直太好了 先前网友预测的 2024百想视后名单内 应该也有金男珠的名字 不过她却没能入围 另不少粉丝感到相当可惜 而汴重垠出于 2024百想区 今年的条线 未经常 bekle 情要领导 什么故事 百想艺术 勤